草屯镇山脚里人口数将近9000人 是草屯镇人口数最多最大的里 配合政府长照2.0 山脚社区成立关怀据点 每周一天进行长照2.0服务 从早上8点开始到12点的免费公餐 安排不同课程服务里内的长辈 四年前我们开始到如今 刚开始是以政府的规定 以30个人为基础 到现在已经以50个人来计算了 因为我们的里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长者比较多 都有静态以及动态这些课程 给我们的长者能够运动 给他们减少失智 这只要是以卫护部位中心的目标来达进 山脚社区关怀据点服务在地长者 除了相当重视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外 还安排各项课程 游手做及健康律动等等 让社区的引发长辈们走出家门快乐学习 达到延缓失智失能的目的 来这里有这么多人 还有外邦 还有做这些东西 如果像这样倒就 都能吃东西 大家都很欢迎 很爱来 在这里外邦 算说吃好 对身体很好 大家处理做会 还有 吃一个中途 大家都可以做会 讲话 对大家心情较好 每年都比较多 都六十五岁以上的 所以大家都 都算我年不多 在家的运动 对身体非常好 县议员检刺顺表示 现代生活形态的改变 家中子女外出工作 长辈通常都是独自在家 感谢社区的用心 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让老人家能一起聊天 活动尽苦并学习新知 中途有点来这里 大家一起来 还能够参加很多活 活动 看人们这么高兴 这是代表 要尊重我们的四大人 我们还有关心 一些也期待 期待我们参加利益 有很多人 在家里感觉没聊的时候 也可以走出来 参与这项活动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营造在地化的社区服务 贴近年长者的生活需求 让长辈融入健康促进活动 快乐生活在社区中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导